好 所以我该问你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吗 Amen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很多的能力对不对 好 可以有最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得什么 得财富的能力 如果可以像Bill Gates或像郭台铭啊 或像张忠谋这样 对不对 如果我们有得获财的能力 我们也希望可以有健康的能力 我们希望可以有很多知识 智慧的能力 好 我们希望可以了解更多人际关系 有聪明的头脑 有感情的能力 可以知道怎么样说话 所以呢 有些时候我们会找很多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有能力 那弟兄姐妹 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 对 如果你想要这些能力 不用到外面去 就要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找 Amen 神儿女的能力是从神话语而来的 Amen 神 只要你带着信心 相信 弟兄姐妹 当你要相信一件事 神说了就算数 Amen 神说了 祂就会做到 事情就会发生 Amen 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好 我们一起来 从第七节念到第十节 我们一同来念 请 预备 请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 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在今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主 当我们一同聚集 就相信 主你在我们的当中 主你要赏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主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得你的造就 孩子向你献上感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跟旁边说你会有收获 好 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这里 神告诉我们一件事说 祂是羊的门 对不对 祂说我实实在在是羊的门 只有借着祂可以进入 进入什么门 门 对 进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门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救恩的门 这是一个得盼望 得恩典的门 Amen 所以但是唯有透过耶稣基督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只有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可以 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 神渴望我们得交能力 Amen 跟旁边说神渴望你得能力 神是渴望你得能力的 Amen 神渴望你得着能力 但是有人 也不叫人 有人却不喜欢我们得能力 是谁 撒旦对不对 他不喜欢我们有能力 或者是说他让我们 会去误用 会去滥用这个能力 就是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能力 好 我们来读一下第八节跟第十节 好不好 第八节跟第十节 好 来 凡在我先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 第十节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好 就读到这里 兄姐妹 这里说用贼跟强盗来形容撒旦 请问贼跟强盗是做什么的 对 就后面讲的对不对 偷窃杀害毁坏 所以做的事情是好的吗 不是 你知道撒旦来要做什么事情 撒旦要偷窃神给他儿女的祝福 撒旦要杀害神要给他儿女的盼望 撒旦要毁坏神对他儿女们的应许 Amen 这是撒旦做的 这是魔鬼会做的 他要偷窃杀害毁坏 所以从这当中我们要了解撒旦几件事情 好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他呢 弟兄姐妹 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白产 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敌人 他们都在 大家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第一个我们就要知道说 撒旦要偷走我们的信心盼望 对不对 你有没有被偷走过 有 对 被偷走过一点点 然后又拿回来是不是 弟兄姐妹还是你现在正在被偷走的当中 撒旦会偷走我们的信心 他让我们对神没有一个相信的心 不想要相信 会常常说消极很负面的话 他会让我们对神失望 当你 当撒旦偷走信心 你就会对神开始失望 就每一件事 对 就是这样 你看神就是这样对我 你就会对神开始灰心 撒旦还会偷走我们的盼望 他让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 都异性阑珊 算了 反正没有盼望 没有希望 觉得 啊 完了完了 就是这样了啦 就这样过一生好了 好 他可能借着一连串的挫折 一连串可能一些失败的事情 让你觉得受打击的事情 再加上你所处的环境很让人沮丧 哇 就是一直坏坏坏对不对 好 坏到底了 所以他就让我们跌入了一个 完全没有盼望的地方 跌入了一个失望的深渊 我们呢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反正过一天是一天 我们失去了服侍的动力 你知道 在真言的十三章十二节 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请 所盼望的盐持位的令人 再一次 所盼望的持盐位的令人 你有没有这种状况过 怎么还没来嘞 祷告怎么还没有被听到呢 好 我们的心很容易上当的 好 令人心忧 只要我们祷告 所盼望的持盐位的 就令人心忧 到底怎么回事 你知道 我们的心很容易上当 这是撒旦攻击我们最好的地方 他只要攻击你的心 只要让你失去一个相信的心 让你失去信心 一切都很好办了 接下来你就很容易受骗了 撒旦就是一个很大的诈骗集团 对不起 兄姐妹不要相信他 跟旁边说不要相信撒旦 好 如果你正在一个失去信心的当中 兄姐妹你要找回对神的信心 Amen 第二个撒旦要做什么事 恶者要来杀害我们的单纯跟热情 你现在还像你信主一样 刚信主一样的单纯吗 你还是一样相信上帝的话吗 Amen 你知道撒旦会杀害我们的单纯 他会挪去我们的单纯 他会开始混乱我们的思想 混乱我们的情绪 甚至混乱我们整个的生活 就让我们变得很复杂 让我们变得很事故 对不对 很事故 这是人常讲的话 可能你知道到后面就会开始对人 不光对神 对人也会产生怀疑 我们的热情就会被破坏 我们的热情就会被摧毁 因为我们开始不相信人 就会觉得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跟我笑一下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跟我打招呼是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变得很 就是想很多想太多了 圣经说神要我们回转上 小孩孩子对不对 为什么 单纯 对 你知道小孩子真的是很单纯 而且是很真诚的 即使他们要骗人 你也都知道他在骗人 你知道吗 就是你都太讲 你都知道小孩他在想要做什么 就是他是很 很很很纯真的 这是上帝希望我们的样式 他不要我们变得那么的复杂 虽然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 但是神要我们对他 有一个单纯的心 每次一复杂我们就会说 这样子会不会 这样子做会不会怎么样 那样子做会不会不好 我们真的会想太多 跟旁边说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让我们保持对神的一个 单纯热情的心 Amen 不要让撒旦偷走你的单纯 不要让撒旦偷走你的热情 Amen 第三个 魔鬼要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毁坏我们的合一 啊 魔鬼常常在教会当中 做这件事情 他分裂彼此 或者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也做这件事情 他让我们有一些的坚持 有一些的骄傲 有一些的偏见 以至于把那个关系给毁坏 这一些东西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或跟我们不同意见的人 当我们没有办法合一 我们就会失去能力 因为我们就要忙着处理那一些的纷争 对不对 有时候处理人的纷争是最痛苦的事情 其他都还好办 或者是神 撒旦也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带来纷争 带来破坏 这些都是撒旦做的 撒旦坏不坏 坏透了 真的 他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弟兄姐妹 不要相信撒旦做的 Amen 撒旦做的 一件事 做这么多 就是要让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 让你感觉这个神 到底有没有能力 能不能帮助我 好 既然我们知道撒旦 他就是来偷窃来破坏对不对 他要偷走我们很多的东西 好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怎么样分辨真操假操吗 不知道 你知道真操假操怎么分辨 有没有人知道 哎呀 对 这个弟兄很有研究 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央音词上面 对 就是多么真操 真操 是真的操票的意思 真操 弟兄姐妹 怎么 我怎么知道这个操票是假的 假的有很多种对不对 我不是 我不是为了要知道说 假操长什么样 我要认识上百种的 我把假操都放在我面前 这个假的 假的 不是 辨别真操假操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要认识真操 真的操票到底长什么样 所以那些 能够辨别的人 他们就是每天摸 摸 这个角落 然后就记住这个钞票的样子 就摸 仔细的看 仔细的摸 他就会知道说每一个细节 摸起来的感觉 他只要摸到假的是 假的 就丢掉了 因为他已经摸 他已经完全知道 真操的 真操的感觉是什么了 好摸到真操的感觉是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被撒旦偷窃 同样的道理 你要知道 耶稣为你做了什么 你要知道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你不是一直活在撒旦的里头 我要去认识这个这个这个 你要知道 耶稣他为你做了什么 阿们 所以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 你就不容易被骗了 只要这个欺骗一来 啊 假的 这欺骗一来 诈骗集团接到电话 不要再骗了 就挂掉电话 是不是 有人接过诈骗集团的电话吗 他常常会在你昏迷的时候 什么睡午觉的时候 突然间然后就一副那个 对 就落入陷阱 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的是 耶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 阿们 你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吗 做了很多 真的很多 好不好 我们来读一下第九节 第十节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做的 他说 我就是 门 第十节 我来了 是要叫羊 得生命 并且得的 Amen 神说他是门 从我来的 必然得救 弟兄姐妹 耶稣做的第一件事 你要知道的是 耶稣带来得救的应许 Amen 你永远不要忘记 你是一个得救的人 耶稣带来得救的应许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 神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宝血已经使我们得救 Amen 他的舍命使我们得救 上帝十字架的恩典 使我们得救 你是有得救应许的人 你知道这个得救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原本会从一个灵性的死亡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 灵性的死亡是一个永远的死 可以进入到一个永远的复活 Amen 这是耶稣所做的 耶稣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而且耶稣的这个救恩 让我们可以与他和好 与神和好 当我们与神和好 因为在我们在罪的当中 我们就与神是分离的 那是一个很痛苦 很绝望的状况 但神 耶稣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挟制 脱离罪的权势 Amen 使我们得着完全的自由 你知道在圣经里头 你读四福音 我们已经读完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 好 如果你照着进度来读的话 就可以看到耶稣靠近的是 那些罪人 妓女 妻 那些被鬼附的 被压制的 甚至那些压榨人的税吏 耶稣靠近他们 就是改变他们的生命 要让他们得着完全的自由 从他们原本那一些 那一些的生活当中 要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的当中 Amen 这是耶稣做的 耶稣带来拯救 但是撒旦却要把这个盼望 把这个应许给偷走 他让你觉得你没有盼望 你不是一个得救的人 你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第二个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耶稣带来生命的粮食 Amen 你今天早上有吃早餐吗 有 好 你有没有吃属灵的早餐呢 还是来这儿再吃 准备吃brunch 吃完午餐就不用吃了 兄姐妹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Amen 他把生命的粮食带给我们 什么是生命的粮食 他不只是喂饱我们的肚腐 他也喂饱我们的 属灵的生命 你属灵的生命有天天吃饱吗 Amen 兄姐妹 神不光满足我们地上的需要 他也满足我们灵里的需要 他说他是生命的粮 灵命 身体 我们的需要神都供应了 你知道神的供应常常是 他的话语供应我们的需要 常常是很及时的 好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 神的话语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叫 好像敲到你的心 哎 神的话语就进来了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 神知道你这时候需要这句话 当 神的话 就会进入到你的心中 好 教会有一个 教会有个童工 在他这个还没有进来 教会全职之前呢 他就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他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外面的职场 进到教会里面来 好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进到教会工作很容易 所以需要好好祷告 是不是要有呼召 好 他就其实他很不安 他就因为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好 他就 因为他家里是 只有他信主 就都不信主 尤其是他的父亲是一个无成论者 就是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就觉得 这个信仰都是骗人的 好 所以呢 他原本就预期说家里不会答应 好 他就跟神祷告 求神给他印证嘛 求神帮助他 好 然后呢 他就回到家就去问了他的父亲 就是最反对的那个 然后他父亲就 他就问了以后 父亲就说 哦 好啊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拦阻 好 就是这样答应了以后呢 他朋友就 哦 给谢主 他还是很忐忑不安 还是要这 先祷告多求一点印证 好 所以他就祷告说 神你的话语来帮助我 让我真的知道 主 这是 这个决定是你所喜悦的 好 所以有一天晚上 当礼拜四晚上的时候 他在来祷告会的路上 好 弟兄前面 来祷告会路上 神就突然给他一句话 所以 这样祷告会很重要 神会对你说话 真的 好 他就在祷告会的路上 突然就有一句话进来 那句话就是 有一个经文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 寻求他的人 好 这句话就一直进来 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神就把这句话 放在他的里头 他就 他就 一直在读上帝的话 虽然也不太清楚 上帝的话语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对他说话 好 当他进来祷告会 现在祷告会当台上的敬拜的牧者 好 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 大家猜是什么 帝公姐妹平安吗 不是啊 除了这一句之外的 这个牧者就说了 一个经文 什么经文 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哇 你知道那句话就突然 打到他的心 他就知道 没问题了 透懂了 是不是这样讲 OK了 对 这是神对他说话 所以他再也不怀疑 他就知道说 OK 这是神给他的话语 所以他就 就进来教会全职 而且现在服事得非常好 要成为弟兄姐妹很多的帮助 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 对我们说话 他是及时的供应 而且他都会用他自己的话语 向我们说话 神的话语在圣经当中 所以你一定要读经 Amen 你要读经 你要知道上帝在对你说什么话 你每一天都一定要吃属灵的粮食 你要吃饭才会长大 对不对 我们都跟小孩说 要乖乖吃饭才会长高 对不对 要喝牛奶才会像大树一样 好 弟兄姐妹 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 你要天天能够被神的话来喂饱 好 我们都没关系 有吃没吃 我吃个小零食也可以 对不对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说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这不是在讲吃饭 好不好 弟兄姐妹 这是保罗对当时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哥林多的信徒说的话 他说不要一直在基督里面 你都还是一个属灵的baby 都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不要一直吃奶 一开始我是用奶喂你们 因为你们初醒 你们还没有长大 但是不要一直长不大 到如今还是不能吃神的粮食 一直长不大 我们的属灵生命要长大 你们 是每一天都要长大 你不可以说20年了够了 我就停在这里 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是不断的长大 你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吃奶的阶段 等着人来喂我们 你们 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 随着我们认识神 随着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 吃生命的灵粮 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 我们要把宝贵 这个神宝贵的粮食给吃进去 有没有 你不要读经永远卡 在创世纪里 连埃及都出不了 或者是觉得 哎呀旧约好难读 我来读新约就好了 你不能每一次的 亲近上帝就读什么 荒漠甘泉 荒漠甘泉就有一段神的话 然后就有很好 一个很好的故事对不对 就好满足 你的生活不能够就是这样 不是 兄姐妹你要长大 你要可以多读一点 可不可以 多去了解一点 多去考察一点 Amen 你要将生命的粮食持进来 这是上帝带来的 这是耶稣带来的 第三个你要知道耶稣带来一个 丰盛的生命 Amen 兄姐妹神的每一个应许 都是已经预备好了 Amen 每一个都已经预备好了 就等着我们去支取 你需要的神迹 他也预备好了 你相信吗 都在圣经的当中 耶稣本身就是丰富的能力 不是吗 耶稣自己就是一个 出人意外的神迹 是不是 他的出生 他的降世 兄姐妹 就是一个充满能力的神迹 这没有办法否认的 所以在第十节那里 神的话告诉我们说 我来了 耶稣来了 是要叫人 得生命 并且得的 好 各位新电行道会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对不对 因为我们常常强调这句话 还记得 张牧师讲过 丰盛 更丰盛的丰盛 原文是什么意思吗 我来看一下 我们的标语 没有这个 好 丰盛就是什么 更卓越 对 弟兄姐妹 更卓越的生命 你有一个卓越的生命 Amen 跟吗 没说你有卓越的生命 耶稣来了 不光是带来丰富 那只是一点点祝福 祂要我们卓越 卓越就是超出一般 不是这样 卓越就是 你是超出一般 神要我们有一个更卓越的生命 祂要我们 在我们的职场 有一个卓越的生命 你是跟你一般 同事是不一样 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你要更卓越 在你的家庭关系当中 你要有一个很卓越的家庭关系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来了 做了三件事情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Amen 耶稣带来丰富的生命 带来卓越的生命 祂要你活得更卓越 是超出一般的 我们知道了 对不对 弟兄姐妹知道以后 哈利路亚 散会 你知道这个 神把这些能力 神为你做的 神已经把能力都给你了 把应许给你了 弟兄姐妹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经历啊 是不是 不是 不是只有在这边我知道 弟兄姐妹 对于上帝的应许 你知道你是可以去知取的 你是可以去经历的 对于上帝的应许 你不可以只有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在这边 在圣经哪里哪里 我知道 对不对 我们要经历 跟马上说 要经历 是你要经历 知道吗 你跟我都要经历 你知道没有经历的信仰 没有经历的信仰 叫做宗教 基督的信仰 不是一个宗教 不是每一天 礼拜天 你来这边打卡 好 出去吃饭 三餐饭前饭后 饭后祷告 不用饭后祷告 饭前祷告 然后呢 好像就过一个很自私的生活 那个叫宗教 兄姐妹信仰是可以经历的 Amen 如果没有经历的信仰 那个是宗教 我们神的儿女 不能活在宗教的里头 更没有理由 活在宗教的里头 Amen 因为我们信仰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 是可以经历的 Amen 所以你一定要来经历 我们要活在真实的信仰里 跟旁边说 活在真实的信仰里 真实的信仰 就是这个信仰 它跟你的生活 是一起的 不是信仰是信仰 生活是生活 No 兄姐妹 你要活在真实的信仰里 怎么做 第一个 你要持守在纯正的信仰里 Amen 纯正的信仰 你要保持自己 在正确的真理当中 现在外面很多 乱七八糟的 不是真理 乱七八糟的 这个 它说它是 它是基督教 它是 它也读圣经 什么 就是 很混乱的思想 在试图混淆 兄姐妹 你要保持自己 在正确的真理当中 所以你要读上帝的话 好不好 读圣经就好了 请不要去读别的经 好 对不对 读圣经 如果你不确定 你现在读的那本 是不是圣经 你可以来问一下 好不好 兄姐妹 你要读神的话 还要读对神的话 Amen 你不要带着这个 什么哲学的眼光 传说的眼光 有人说圣经 整本都是一个 传说 神话故事 这样 兄姐妹 不是的 圣经的每一句话 都带着能力的 Amen 当你读的时候 你要让自己 让 你要读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的良心 有没有在对你说话 圣经 神透过他的话语 在对你说什么话 Amen 头脑的知识 不能够取代 圣灵的引领 所以当你每次读经 你要向圣灵祷告 他对你说话 我记得上次 张牧师也在我们的当中 有 有 有很美好的分享 告诉我们 要怎么读经 有没有 大家听得了没有 很过瘾 有没有 有没有 欲罢不能 想要再来 Part 2 他应该是讲不完啦 对不对 牧师 牧师的读经是 非常的 非常的强 而且是有根有基的 对 兄姐妹 就照着牧师说的 去读 Amen 去读 你会读出 很多的滋味 兄姐妹 神照我们的 本意是 是好的 好 所以 你要读对神的话 真的很重要 神要 神当初照我们 祂把我们安置在 伊甸园 让亚当 夏娃在伊对 享受他一切的美好 非常好 而且可以有一个 永恒的生命 但希伯来书 却告诉我们 一句话说 但如今 按着命定 人人都有 一死 死后 且由 审判 好 不是 神照我们是要享受 他这个永恒的生命 但是为什么会 死 好 那就是因为 有人 错误的去解读了 上帝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 这位 罪魁祸首是谁 好 好 在创世纪里 这个 神的话告诉亚当 很明白地告诉亚当 第二章的时候 他说 园中 大家都很熟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读经 创世纪 最熟了 是不是 好 其他的可能都还不熟 好 创世纪这边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 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热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 不要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死 必定死 对不对 好 这里神说 吃的日子 必定死 别吃 就是别吃 好 好 然后呢 就有一条 神 这个圣经说 这个比一切活物更狡猾的 好 我们今天讲到非常的热闹 一直有人在跟我PK 好 来 勇姐妹 这个蛇就出现了 好 这个蛇就告诉这个夏娃说 神起誓 来往下 来看我看我 对 来我们看 神 蛇跟夏娃说什么 神起誓 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他让夏娃开始怀疑上帝的话 嗯 夏娃说对吼 没关系啦 那个时候可能 上帝心情不好 说的话重了一点 是不是 然后呢 蛇又说什么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 善恶 好 所以我跟你讲 撒旦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是不是 是不是很可恶 他就开始 做这些工作 好 所以呢 好 这个罪就入了世界了 我们就知道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再讲了 因为大家创世纪都超熟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夏娃有听对上帝的话 有正确的 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上帝的话 现在我们是不是都会不同了呢 好 我们是不是还是很快乐的生活在伊甸园里呢 好 弟兄姐妹 好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弟兄姐妹 但是听对上帝的话很重要 Amen 常常我们读的时候 你读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带着什么态度 有时候就这样 嗯 这是真的吗 如果你有这种思想突然跑出来 你要奉主里面斥责 Amen 因为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是的 你读经的时候 你要知道每一句话都是是的 Amen 所以你需要活在纯正的信仰的里头 有一问就问 Amen 可以问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问 但是问对人好不好 好 就来问 的牧者 好 弟兄姐妹 读对上帝的话 保持自己在纯正的信仰里 第二个 你要常做属灵的健康操 他揍一下 好 提摩泰前书第四章 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 请 哈 这里告诉我们说操练 操练什么比较好 我们再读一次 好 再读一次 操练身体一处还是 唯独进前凡事都有一处 这里说操练什么比较好 对对对对 好 OK 弟兄姐妹 操练身体好不好 也好 好好是好 但没有操练进前 这么多好 都好好不好 要操练身体 也要操练进前 好 要操练进前 所以他说这也要操练进前 所以我们的鼠灵的生命是要去操练的 操练辛苦 因为又要操又要练 一定辛苦 好不好 不会 哇好舒服的操练 那个就不叫操练 那个叫享受 好 弟兄姐妹 操练 有哪些鼠灵的健康操 我们要操练呢 我要讲快一点 快一点 快一点 好 首先我们要操练 稳定的灵修生活 阿们 不能够想到才做 弟兄姐妹 你有天天去 我刚才已经说了 天天都要吃饭 对不对 你有天天吃 吃马拿吗 天天知取神的话吗 如果你没有 你就很容易营养不良 你知道灵里的灵 营养不良很危险 就魔鬼踢脚 就受重伤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很健康 好像有什么东西 咬了一下 是不是 你要灵里很健康 你就要每一天吃 跟妈妈说每一天吃 好不好 好 不要 不要让你属灵的生命 是很饥饿的 我们有营养素 维他命C ABCDF GFJ 这个就是很多一个 那属灵里头 有很多的营养素 你要去 你要去支取的 阿们 好 第二个 你要操练什么呢 过了力量的金钱奉献 阿们 不是操练金钱奉献 听众姐妹 你可以试着操练 过了力量的金钱奉献 会不会痛 会 一定会痛 但是你要操练 你觉得我 奉献不是一个公式化 时间到了 就把钱这样交出去 主我来交保护费 不光是这样而已 听众姐妹 你要操练 可不可以再多一点 我再多给一点 你就觉得够了够了 可以多给一点 可以的 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你知道当你操练这件事 会帮助你对神 有更多的信靠 而且你要相信一件事 我相信你都经历过 神给你的 绝对不会比你给神的少 阿们吗 永远要记住 神给我们的 绝对不会比我们给他的少 操练过了力量的金钱奉献 阿们 第三个 你要操练一个强壮的祷告生活 是强壮的 不是每次祷告 都突然间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了 因为你根本就睡着了 强壮的祷告生活 你要操练可以在 我们一起公开公众的祷告 或是你在自己密室的祷告 你都敬验上帝的同在 阿们 那个是强壮的祷告生活 牧师还是会提醒我们 每一天都要多久的祷告啊 三十分钟 对不对 请问现在还有继续这样做的人 有吗 有有 刚刚看有人 迫不及待的举起手 哈雷路亚 那其他人应该是超过三十分钟 阿们 对三十分钟 太少了 是不是 祷告完就结束了 听众姐妹 祷告会让我们经历神 Amen 真的 你的祷告一定会让你经历神 前阵子不是台风一直来吗 对 前脚走一个 后脚又来一个 虽然我现在完全忘记 他的名称有什么了 好 这个来 这个来 但是听众姐妹 感谢主 有没有发现 都没有 来到台湾 对不对 他就这样往上 往下 就不知道偏到哪里去就对 明明就是这样 它就会转弯了 这样前面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祷告 跟旁边说因为我们有祷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 但是我有祷告 我们天天都在为台风祷告 因为台湾已经没有办法承受太多的 这种台风了 对不对 一来就 众姐妹虽然可能其他的地方比较惨一点 但众姐妹我们天天在为台湾祷告 会说台风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祷告 他真的就没来 感谢主 如果你有参与在这个祷告当中 你会不会很兴奋 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放台风甲 是心中有点小小的遗憾 对不对 祷告的时候都很 主我好为难 我到底要不要为台风祷告 好 我知道这是很多上班族的挣扎 好 不是 没有很大力的祷告 就只有很勉强的 阿们 好 没关系 对牛姐妹 祷告就可以经历神的帮助 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有个地方会非常忙 哪里 天上会很忙 为什么 天使就哎呀哎呀 又有谁在祷告了 就忙着要开始 要传递上帝的帮助 Amen 祷告 你要操练在祷告当中经历神 而且你要操练在祷告当中 回应神 顺服神 有时候你在祷告当中 神会给你一个感动 有没有 好 你说 消灭那个感动 不要消灭去回应 那是神要给你的 Amen 你去做 一定会经历 神为什么把这个感动 放在你的里头 一定有很特别的 好 你知道 有一次我在 祷告会当中 又是祷告会 祷告会真的很好 各位 每个礼拜十晚上 好 七点半 一定要去每个十祷告 你可以经历一下 好 祷告会当中 我就看到我们的一个小组长 好 他怀孕了这样 我就看到 然后我就祷告祷告 然后神就突然说 你等一下去为祂祝福祷告 这样 就想说 我就听到了而已 然后我就继续 因为祷告会有很多的服饰 然后我就听到这样 然后神就一直让我知道说要去祷告 然后 后来呢 祷告祷告到后面 然后因为他怀孕了 肚子很大 他就需要先走 那我就看到他走了 然后神就说去为他祷告啊 我就说 好吧 然后我就 冲到门口 因为他已经走了 就是我回应的 回应的很慢啦 但是我就冲到门口 我就 我就叫住他 我说怎么样 什么时候生啊 他就说随时 因为他随时 他真的是随时要生啦 他就随时要生 然后我就说 那我为你祷告好不好 他说好啊 因为他其实他心里很害怕 虽然他生了好几胎了 这个不是他第一胎 这个是他的第四胎 他说其实我很紧张 说你不要看我生了这么多 我还是很紧张 他说谢谢你为我祷告 你知道当我冲出去 当他说出来这个话 我就知道啊 为什么神感动我了 虽然他来祷告会 也是为了他的需要 可能我们也有祷告 但是当我顺服上帝的感动 我就安慰到这个姐妹 Amen 然后再隔一天 他就生了 而且呢 他女儿的生育 这个生下来的 这个是女儿 跟她的姐姐是同一天 这个姐姐的祷告 就是她要跟妹妹 同一天生日 神很祝福 这是我觉得 你不是很兴奋 神都回忆你的祷告 Amen 丑姐妹建立 强壮的祷告生活 Amen 第四个 操练尾身的服饰 操练尾身 因为当你开始服饰 你看到你开始尾身 你的时间 你的体力 你的性情 都会被对付 Amen吗 有服饰过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服饰 会不会一定有一定的对付 或者是当你 现在我们看到 穿黄色衣服 要提醒别人 要微笑的 Smile 有没有 服饰的时候 有些时候 你好 早安 耶稣爱你 然后那个人就 你心中会有点小小的失落 这都是一种对付 你知道吗 好 弟兄姐妹 在你 当你没有尾身 你就看不见果效 再一次说 操练就会有一定的辛苦 但是你要愿意 有一个尾身的侍奉 在教会 我们最尾身的侍奉 就是我们辛苦的小组长们 是不是 给我们的小组长们 一个热情的掌声吧 他们真的非常的尾身 对不对 不管小组员 如何的对待他们 他们就是好好的来 向上帝 求恩典 向上帝告状就可以了 没有啦 好 好 最后一个 弟兄姐妹 最后一点 我们要怎么样经历 神的应许 最后一点了 最后一点 根本不是说 真的最后一点了 好 我一定会在十点半以前 会不会太晚 让大家离开这里了 好 最后一个 你要有属于自己的羊圈 你有吗 有 对 哪里啊 这里 对 你已经进入到羊圈当中了 你一定要需要尾身在教会的当中 不要做一个东奔西跑 啪啪噪的基督徒 Amen 你知道教会是让我们尾身的 不是让你来shopping的 哎呀 这个敬拜不错 哎呀 这个教导不错 这个讲道不错 那个什么不错 什么不错 不是不要东挑西简 Amen 神 把教会设立在这里 是要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 Amen 虽然教会不完美 但是充满上帝的能力 Amen 兄姐妹 不要轻看神所设立的教会 为神 你要知道教会不是要挟制 你是要祝福你 教会不是要管 你是要引导你 Amen 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羊圈 你已经找到了 更重要 你要尾身在一个小组的里头 Amen 你有小组的生活吗 没有的一定要有 跟旁边说一定要有小组生活 真的一定要有 在小组当中 你才可以有肢体的生活 在小组当中 你才可以学习彼此相爱 是不是 你自己一个人来来去去 你要学什么相爱 你根本不需要 你要学习对彼此负责 所以弟兄姐妹 来到教会 不要当客人 要当什么人 主人 家人 Amen 不要来当客人 都要人家来服侍你 弟兄姐妹 不要在教会当客人 不要在小组里面当客人 然后大家可可气气 你好你好 不是 兄姐妹 是当家人 彼此的关心 彼此的付出 Amen 最重要的是 你要在神的家中 找到你的属灵同伴 跟属灵遮盖 跟属灵遮盖 Amen 这就是我最后的一段话 你要找到属灵遮盖 属灵同伴 很重要 不要独来独往 不要觉得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不可以 跟旁边说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 有属灵的同伴 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分享的 喜乐是加倍的 分担的重担是 一半 是亲神的 可以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的 而且有属灵的遮盖 会给你更大的祝福 你知道神把遮盖 放在我们的当中 要显明神的心意 当然 祂有时候会透过属灵的遮盖 来修剪我们的生命 但是那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Amen 神要给你的祝福 兄姐妹 我以身在教会的当中 你们请进来 反正可以上来 我们经历神的能力 经历神的应许 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 是你天天都可以来经历的 因为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 都是是的 你对神的应许认识有多少 你知道神的应许很多很多的 你经历过 一点点 弟兄姐妹 你要跟神祷告 我要经历更多 更新的 我的经历不是停留在过去的 我要的是现在的 最新的 Amen 当你愿意 弟兄姐妹 你不用等很久 你现在就可以经历 你今天就可以经历 Amen 真实的经历上帝的能力 真实的经历上帝的每一个应许 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一同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